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私生在一個打罵的家庭 在上班的時候 有時候會被主管幫你頂 心情不舒服 看到店舖 說這樣懷季八糟 心裡頭的脾氣就會發起來 心裡說 孩子不聽話做不好 不聽話就打 孩子會越離 越離我們越乎 有一天我下班回來 我們中央旁的整台店 一般我們的家庭去看 裡面一句政司說 生氣是短暫的發風 生氣是拿別人的過錯懲罰自己 這讓我感受到 媽媽說 發脾氣可以 那水口 他拿起來拱一下 回去 然後跳起來 靠到自己的頭部 頂上來自己 開始的時候 在做環保中間 我覺得 本屬的東西我們要彈掉 如果心來不好 的東西我們不會把它彈掉 我們的皮膚慢慢就這樣改 甚至說 剛才剛發脾氣 我坐一聲就不會去 做出這個脾氣變成後 我們家裡的氣氛非常好 所以我心裡很高興 孩子跟我們的距離也拉近了 家庭非常好 所以 我們 生氣好地 能夠 付出的話 趕快把握付出 那是最大的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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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